花蓮吉安鄉北天宫22日 为祖神北极玄天上帝举办了庆寿大典 县长徐真卫、立伟、傅昆琦等人 在吉安鄉长游淑貞的陪同下 上香祈福 祈求花蓮国泰民安 尤其是在这防疫的期间 更期盼花蓮县内的乡亲可以平安健康 花蓮吉安鄉北天宫22日 为祖神北极玄天上帝举办庆寿大典 县长徐真卫协同立委傅昆琦 在乡长游淑貞陪同下 上香祈福 祈求花蓮国泰民安 风调雨顺 幸运昌隆 雾富民风 百业兴旺 乡亲平安吉祥 县长徐真卫表示 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延烧 造成民众人心惶惶 期望藉由忠教的力量抚慰与安定人心 让各行各业都能事事顺利 乡亲安居乐业 也提醒民众 防疫期间务必要做好防疫勤起手等措施 如有任何感冒症状应立即戴上口罩做好自主管理 也希望乡亲能够配合政府防疫政策 避免非必要出国旅游及行程 位于吉安乡的北天宫已成立20余年 侍奉全天上帝 传承道教文化历史 祭祀天地为华联消灾祈福 而北天宫每年定期举办的108层建梯之吉安赐福大法会 也是一大特色热门活动 拥有全国最高的108层建梯 高33.2公尺 约10层楼高 也是全国唯一以建为梯的天梯法坛 记者长帮燕杰安乡报导